要聊跟杜齊鋒導演的合作經驗 跟他的音樂也蠻長的 從1987年到現在25年 那這次這首《DOREMIA》評審說是一部一首聽起來超級簡單 但是不可或缺的作品 那麼那麼簡單輕人的一個節奏 本來這個作品已經從頭貫穿到尾 所以這首歌其實是在什麼時候開始做 就是說劇本出來還是發想的時候 他其實是整個是完全為電影量身度做的 因為整個歌曲是因為《五天樂》在電影裡面 他是演員歌音樂家 他是演員音樂家歌手 然後因為鋼琴壞掉了 鋼琴壞掉裡面有三個音是彈不準 然後他是因為鋼琴裡面有三個音是不準 然後他不想去修這個音 但是因為是前世 他在這個音樂裡面這跟那個 他女朋友有這樣的一個音樂 所以他特別為這個鋼琴裡面的音去寫這樣 寫這樣一個曲子 那是韋家威的編劇 所以因為有這樣的韋家威的編劇 因為你點那個曲子叫Doremi 所以寫完曲子以後就叫這個名氣去點那個詞 這樣 所以說Doremi首 他是這樣開始的一首曲子 就完全是 如果沒有這個劇本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曲子上來命名 這樣那個曲子 對這應該可以說是最完美的電影歌曲的典範 就是所有人看完這部電影以後都記得 而且其實都是分這首歌 那老師跟胡錫鋒導演還有接下來的合作計畫嗎 或者是為電影製作音樂或是做這些歌曲 有其實馬上開拍一部電影是 也不是馬上開拍 馬上要做一部電影是那個 這不知道音音不應該講 這個其實 這張外加坡是有一個那個 那個 保育上班 對保育上班族的生活與生存 那部那部舞台劇 他現在已經 大概 中港台已經演了八十多場 對 那現在走路齊風 大概 這能不能講 你都講出來啦 不是 因為卡式很重要 滿大的卡式的 喔 滿大的卡式 對 男主角姓周 女主角姓張 然後杜欣慧也要改了音樂劇 然後找我跟林漾 當時也是靈性的歌詞 跟我的曲子 要拍音樂劇 明天5月上報 所以3月以前要搞定 所有的歌詞跟歌曲 連陀影全部要完成 這樣 所以這會很吃緊 也是陀影劇 那第一次倒閉音樂劇 去電影 這個會讓你滿大的 對 老師不說一說 全都講出來了 大家記得 華麗上班組織生活與生存 明年會上映的 好 現場的媒體朋友 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提出來的詢問 吳大佑老師 你看大家都很累的 養成不要再講話題我 你又是他 你又是他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 有嗎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恭喜 歡迎送魯大佑老師 謝謝